刚刚!特朗普推翻了欧巴马禁令!美国盟友揭竿而起,绝交! 过去因为人们忽视环保以及野生动物的珍贵,过度开采能源导致各种珍稀动物濒临灭绝。 如今各方人士都在呼吁环保政策以保护珍稀动物,正因如此欧巴马卸任前特地颁布暂停北极油气开发计划禁令, 决定与加拿大携手保护北极野生动物。 但是没想到特朗普上台后却要反其道而行之,重新击国能源开展战略,导致两国纷争又在浮出水面。 任性特朗普!美国重新北极开发油气计划。 近日,美国内政部发布环评审查通知,允许在160万英亩的沿海平原上开采石油和天然气。 尽管美国内政部表示在阿拉斯加沿海平原开发油气资源,是满足国家能源需求和实现能源主导的一个重要途径,但是依旧掩盖不了美国想要在能源领域上称霸世界的野心。 为何这么说?一方面,如今多国都想北极油气开采中分一杯羹,包括俄罗斯、挪威、日本等,特朗普怎能因为一个禁令白白措施这个抢占大蛋糕的机会。 另一方面,自特朗普上任后,加拿大土著、环保人士以及美国政府都一直担心特朗普会重启北极石油开发。 因为,在商人特朗普眼中,抢占所有领域的最大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 惹众怒 各界人士局反对极致控诉特朗普。事实上,担忧并不无道理。 由于开发区域位于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内,更被称为美国仅存的荒野,包括36种鱼类,36种陆地哺乳动物,9种海洋哺乳动物和160种鸟类。 对此,华盛顿特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总裁杰米表示,特朗普政府为加快钻探和崔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鲁莽冲刺,只会加速当地政府失误。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,看住他们亵渎这片脆弱的景观。 更严重的是,美国的初二反而惹怒了主张环保的加拿大。 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John Bipcock表示,加拿大三级政府都支持保护北极圈驯鹿西西和迁徙地区的自然环境,反对美国开放阿拉斯加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计划。 特朗普的一意孤行,不仅惹伤怒,更破坏了与加拿大的双边关系。 如若特朗普仍独自走我路,届时可能就不只是加拿大控诉美国了。 或者这么说,任何与环保理念相悖的行动都需要停止,每个国家发展都要以不伤害环境为大前提。 显然,特朗普只是生存在21世纪却未真正活在21世纪。 不知按照这态势发展,特朗普会否乌杀不保呢?